哥伦比亚前任外长罗贝兹博士夫妇 是在今天下午2点45分搭乘飞机到达台北国际机场 我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陈泽华夫妇和外交部中南美洲市长毛起贤等 曾经到机场欢迎他们 罗贝兹表示他很早就希望到我国来访问 在这一次访问我国的期间期间将参观我国的文化 农业 经济建设和军事等各方面的设施和进步的情形